6月9日,范伟奇、万芳等多位台湾音乐人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共同参与一场公益音乐会,纪念罕见疾病基金会成立20年。 上世纪90年代,面对医药资源不易取得、防治工作停滞不前等困难局面。 台湾罕见疾病病患家属陈丽因、曾敏杰等发起小额捐款,于1999年成立罕见疾病基金会,推动了台湾罕见疾病病有权益的争取。 优生宝剑的推广及政策制度的改革。 当晚,范伟奇和基金会北区天籁美少女团一起演唱。 他们很用心的,然后很正能量的,想要好好的把那个,而且唱得非常好, 而且也原来我小时候就是很爱唱合唱团的那个梦想这样子, 所以今天我觉得他们不是只是我们来,怎么讲,帮助他们, 我觉得反而是他们给我们好多能量。 万芳和23岁时,咽喊见疾病结去双脚的歌手魏一群一起演唱了心不聊情。 2004年,曾饰演肌肉萎缩症病友。 万芳说,扮演这个角色时,她感受到生命绝望的心情。 其实当时2004年,我在饰演韩病的这个角色的时候, 可以感觉到,其实我们生命在面对绝望的这种心情, 那以希望透过今天晚上的这样子的一个相聚, 在绝望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可以给彼此一个祝福,一些希望, 我想不只是看似我们给予, 可是其实是他们给予我们更多的希望的力量。 据了解,全场音乐会一共演唱24首歌曲, 3500张门票早早就预定一空。